刚才做了个梦 梦间在教室里边 大家都准备 应该这个像类似演讲 也不是演讲 反正就是每人够 要上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反正 它分成两大类的 一个呢 反正一组 就按照剩析一个一个下来 但是这个是筹备 还没有正式的 就是一个 作为 分成 就按照剩析 一个做出来做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做出来 好像要做成吃的东西 但是也要向其讲 要做成吃的东西 然后要去讲 另外一个做到底什么不记得 然后 正在前面一个人 快要 要讲完的时候 要轮到 我的时候 愤足轮到我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要做吃的东西 要做的 什么材料都没有 我找起来 人家都有吃的东西 作为一个材料 哪知道 哪知道我在那个客座的抽屉里边 一打开好多吃的东西 我想正理过关了 用那个吃的东西 可以 可以作为材料 可以做成其他东西嘛 人家说 这五米之水 五米之水 我什么都没得 我拿出来 我正好有碰巧 有这个东西 有那个吃的东西 作为材料 打开 然后我就拿出去去 这可以展示一下子 好像那个老师是老外 他也不懂这些 只要看到有 比较新奇的 能整那些东西来的就可以了 反正 大概梦尼是这个意思 梦尼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 是什么 我现在肚子也不饿 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 直接应该到吃饭的时间了 本来是到吃饭的时间了 应该要 要准备那个吃饭的东西 现在两点了 正好两点了 今天 今天一点没饿 就睡着了 睡着了 在梦尼就告诉我 梦尼别告诉我 到了那个 吃饭的时间了 吃饭的时间了 我最近几天 好像梦同 同现实连的很紧 不像前面 都连到天上起的 现在的梦 都连到现实生活当中 我说 昨天早上 周末梦见 两个人要找我领牌 我醒过来 一看人家留言 真的给我要领牌 今天早上 这什么乱七八糟 周末梦见 要调黑白电视机 调节目没调好 我爸爸有点不高 不高兴说了句话 让我们也不高兴了 大家不高兴的时候 然后一个人留言 说美国 10月4号要进行全国紧接通讯系统的调试 讲这个内容 刚才是提醒我 谁想我没有 要提醒我 要做吃饭 做吃的东西了 这么说来 也就是说 为临界 大规模传消息这个任务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 阶段已经完成了 前阵子 就是大规模的天庭的遍应金杆 把遍应金杆传消息搞得很崩溃 一天九十七次 后来慢慢慢慢少了 昨天 昨天 领牌只有十五次了 讲到了 今天也没有多少 好像进来都 限制成功当中的事情 就告诉我 为临界大规模传消息 让我们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完成了 现在可以 成为成为自己的事情了 成为成为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哎呀 高兴了 高兴了 终于完成了 但不是说 什么事也没了 是这么高强度的 能力出不了的 这种事情就完成了 好 知道了 再见